好,你預期今個星期剩下的時間 恆子會在甚麼水平上落呢? 暫時我覺得指數都是一個上落格局為主 剛剛提及的兩大因素 其中一個,俄羅斯事件暫時淡化 有機會令到短線恆子會彈回浸 因為畢竟之前,過去幾天 那時跌下來 很大程度都是因為俄烏的局勢發展不明朗 但是剛剛提到另一點關於加息的問題 加息的節奏 現在大家都還是要等的 因為畢竟距離三月份開會的時間 都還有一段距離 下幾個星期 所以你說這個因素 這個所謂的市場的風險 我覺得還是會限制住指數的升幅 更加重要的是 接下來的籃銷股公佈業績 究竟的表現是怎樣呢? 特別一些重磅的科技股 譬如騰訊、巴巴、美團等等 其實是很關鍵的 因為本身一來這些股份 在恆子的佔比現時 都普遍去到 就是加起來都三成以上的了 再加上很多行之前 對於他們Q4方面的業績預測 普遍都看得是比較悲觀的 大家都還是覺得 他們這些新業務的投資 繼續是要加碼 或是之前內地出的監管政策 反壟斷那些行為 都對於他們的核心業務 繼續會有個打擊 或者 margin 方面都進一步會收窄 如果你說這些公司出的業績 都是好像大家想到 再差 甚至乎市場 可能管理層給指引方面 都未見到有什麼起色 或者關於新業務的投資方面 都還是一個無低深淡 繼續要消錢 我覺得科技股要彈 都還是有些阻滯在 還有剛剛提過 如果你說 yield 繼續升的時候 這一堆的科技股 或者一些增長型股份 都一樣是會面對一些壓力的 所以這些因素就可能令到市場 就算要升 都是一個阻力重重的階段 升得來都可能很緩慢地上 或者都可能是靠一些 相對股值落後 來做一個收復行程的股份來帶動 但是因為 譬如看回一些電訊股 一些內銀股 最近這個多月都真的升了很多 現在都靠著一些相對高的位置 你說這些水平上面再上 我覺得是有些難度的 所以變相對於行指方面 增長股的業績有一個變數 價值股之前又升得太多 可能都令到指數 未必說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上行空間 所以暫時來看 我覺得行指上面 是25,000至25,500左右 都是會有些阻力的 下面當然了 俄互角勢叫做緩解了 如果沒有進一步是惡化 我相信你說跌的 可能是24,000左右 也不會再下跌太多 也不會再下跌太多